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画面中看到这是蒜头鸡汤 一整只鸡的炖鸡汤 我加了新鲜香菇有机脆笋 当然还有满满的蒜头在里面 有机脆笋它丰富了这一锅汤的味道 因为我一直在想怎么让鸡汤的味道更多层次 那蒜头啊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它的皮很有营养 所以当你要炖汤的时候 蒜头的皮就不要剥掉 就整个一起进去炖 鸡退冰之后我把它脚拔出来 然后肚子里面 其实它内脏什么都已经去干净了 但是我还是有用水啊 然后把它肚子里面都稍微再洗过 再冲洗过 然后就把蒜头 记得我刚刚讲过蒜头不要去皮 因为皮是很有营养的 再把它全部塞到肚子里 我大概刚才画面中那一包蒜头 我大概用半包 蒜头用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也可以吃 而且在这样子冬天啊 炖个蒜头鸡汤啊 吃起来就会觉得很满足 很幸福 蒜头跟有机脆笋 有机脆笋啊也是一样 要先过水 多洗个几次 因为它是有用眼下去腌的 所以如果你都没有洗 就直接放下去煮的话 那个汤就会太咸 也因为我用了有机脆笋 所以这一锅汤啊 我完全没有在加盐粉 我觉得刚刚好 我就是一只鸡 然后配一包有机脆笋 还有新鲜香菇 如果你有干香菇 你就把干香菇泡水泡开 然后还塞满了蒜头 就像画面中这样看 然后我再把它搅再塞回去 放在锅子里 所有材料都放进去 大家看到我只有加了 白胡椒跟黑胡椒 然后倒水 因为我使用的是压力锅 所以它的水啊 大概在整个锅子的三分之二 就可以了 其实有压力锅很方便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用电锅啊 或者是炖锅 或者是我们传统的用瓦斯炉 你可能有铸铁锅都可以 大家看过我以前用过 非常多的锅子来做 那我最近用电子为电脑的压力锅 我觉得它很方便 像这样子我都还会在 把旁边边边有一些水分 我会把它擦干净 然后把它盖起来 压力锅我就选择汤品 然后它有压力高跟低 有这两种可以选择 那要炖鸡汤我就用高压力 我自己有在额外再加时间 我按到了40分 然后它开始启动的时候 就会跳 我们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了 我打开的时候啊 那个蒜头鸡汤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香 我觉得有机脆笋 是一个很大的画龙点琴的效果 有机脆笋来自茶山部落 是茶山粮食 也希望大家社员都可以多多支持 一起用茶山部落的有机脆笋 来煮一锅好喝的蒜头鸡汤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